巴西高层领导人拒绝美国有关支持对伊朗及其核项目问题施加制裁的呼吁 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星期三说巴西不会向国际压力低头 而且和伊朗还有对话的余地 阿莫林是在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这番话的 克林顿警告说不施加新制裁伊朗是不会有诚意进行谈判的 克林顿还会晤了巴西总统卢拉 卢拉在会晤前警告说在还有谈判余地的时候不要把伊朗推向死角